你在按右键把它删掉的时候 特别注意这个要不要打勾 这个打勾好还是打勾 不要打勾好 特别注意打勾的话他会把原来的删掉 不过我建议是打勾就打勾比较好 为什么因为你按确定 如果没打勾我私底下也会按确定 那比如说我今天 看起来是删掉了 可是我下一次又要再汇录一次 因为我刚汇录失败 那我要再汇录的话你可以从enjoy或者从这边可以 有时候我喜欢从喜好设定这边 如果英文版的话你找一下第1个的第3个 1-3按下一步 然后去找一下他的位置 比如说我放在桌面上 桌面上有一个我刚下载下来的那个 2210的这个资料夹 我放在桌面上 那找到他这边之后我们要按确定 特别注意 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 无法怎么 按完成 有没有 这好像蛮长同学有遇到了 为什么 因为你刚刚删的时候没有打勾 没打勾他其实 还在那里 所以他汇不进来 那汇不进来怎么办 有几个方法解决 第1个 你要到实体目录底下去删 把它删掉 删掉之后呢 再来汇录就OK了 所以呢 我们回我们找到那个我实体目录底下 我在低谍底下的enjoy的目录里面 然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那个实体目录是存在的 210 这个 你要把它删掉 删掉之后呢 再来汇录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汇录了 就不会有问题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实体目录呢 已经被删掉 这个时候你再把它汇录 就OK了 这第1个 第2个是说呢 我们按确定 这个时候 OK呢 刚刚不OK 这时候就OK了 所以很多同学遇到同样的问题 因为你删的时候 没有把它打勾 那第2个问题是说呢 这个汇录的时候呢 这边有一个叫 汇录 将 专案汇到工作区 要不要打勾呢 有打勾 跟没打勾 有什么差别呢 有打勾的话 他会帮你把桌面的那个目录整个 扣到你的工作区 就是我地底下 你就有那个工作区里面喔 但是如果你没有打勾的话 他变成一个连结 也就是说你做 纯都会在 目录上面 都是在桌面上面喔 他没有帮你抠过来喔 所以以前有同学 他没有打勾 做完之后 把工作区抠走 关机 他因为电脑是 还原系统 他问我说 我回家之后 我的 专案不见了 所以 特别注意喔 这个都是 小细节 但是都是大关键喔 因为你如果不注意的话 我也没办法 因为已经 重来吧 是这样子 另外 如果是以后 如果有同学想要去考试的话 考试系统这个地方 不要打勾 为什么 因为他是 他是连接到那个目录底下 然后呢 你作答完 他会 系统会帮你把那个 里面的作答结果 自动的call到 SERV端 他不是指向你的自己指定的那个 工作区喔 所以这点要特别注意 练习的话 打勾啦 但是 如果将来 各位 有同学去参加考试的话 这个地方不要打勾 我不知道考试的时候 有没有 就是考场人员会不会讲 有时候没讲的话 你做完了 call回去的是空档 那就 零分了 做了也白做 OK所以这里的话 注意一下就是这个小细节 按下完成之后 再来 可能遇到问题就是说 因为你们现在 你们的版本跟我一样 所以不会产生错误 但是有可能 按 你们会出现 叉叉 叉叉的话怎么解决 再来就是说 如果 你的电脑本身 因为我这边的 SDK用的是2.33 所以将来 有些同学 电脑里面没有 SDK2.33 对应到的SDK的话 也会叉叉 所以怎么办呢 要不你就是把2.33装起来 要不的话呢 你就把它改成 其他版本 那我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是2的版本 可以升级到4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将来 你SDK是4的 你要降级到2 好像会发生问题 所以这点要特别注意 那2跟2之间可以互相 改变没关 比如2.1 改2.33 2.33改2.1 没有问题 但是2改4就会有问题 这个是SDK本身的一个 一个很麻烦的地方 其实很多同学都这边容易出状况 主要也是Google 他的SDK 真的版本太多了 而且一直都会出新的 然后一直更新 一更新之后的话 你系统又 不小心把它更新到 那你的系统又乱掉了 所以这个也是很要注意的地方 刚开始我有跟各位讲过说 不要随便 去更新 更新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不过就还是有同学 就给他按下去 按下去完蛋了 只好怎么样 其实不用搞了 你刚才Delete要 重新解压说比较快 OK 不然的话你光 重新再下载那个SDK 真的是等到 地老天荒 可能还没做完 干脆解压说比较快 因为我之前就遇到传媒问题 所以我 最后发现 好像解压说快很多 就是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是 过来人的一些 还有很多同学遇到的状况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之后 基本上 这个View已经有了 不过这个View 各位打开之后 可以发现 在Man旁边 还有一个什么 List 那这个List 有同学马上就 打开来看一下 基本上因为呢 我们 这一个 有没有 这个ListView将来会需要有一个View 去 什么呢 布局 这一个 到底要怎么放 里面一笔一笔的资料 那一笔一笔的资料 其实会需要一个 Adapter Adapter的原理 实际上就是 放一个View 放一笔资料 放一笔View 放一个View 再放一个 一笔资料 它是一个 两个东西 一个是View 一个是资料 所以呢这个View的部分你可以用内建的 或者是用这里面的List 那这个List里面 实际上就是放个什么 你们各位 将来可以参考 它就是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类似 Check的TestView 你用Check的Test 那当然不一定要Check的 它是放一个View 将来呢 它会在这边显示出来 OK那大小当然你可以在这边做调整 另外颜色也可以针对它去做修改 比如说你要变一个颜色的话 白色改红色 红色改绿色等等 都可以去变更 针对它去做变更 OK那View的部分大概是这样 那其他的话 因为这个界面部分已经布局好了 所以你们不需要去动 主要是Source的部分 所以请各位稍微再看一下 然后并且把Source 这个Street 这里面应该没有什么 就是一个简单计事 其他都没变 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程式 部分 所以请各位先汇入 那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这里面的Source还没完成 它只有前面主要的部分已经有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边的Source还没完成